你真是明晚不灵 你以为这样 你的妻儿就会好过了吗 对方可能不会放过你的妻儿的 为什么你那么执着 就是我做的 你们要怎么判刑 就怎么判吧 就算是死刑 我也认了 水水 眼下怎么办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一个一心想要死的人 真的问不出什么来 不用问了 三个 也许我知道是谁了 可能和江家有关系 年前因为江亭轩的事情 江家一直没有发作 过完年以后 零食场便发生了火灾 以大哥华和爸的影响力 在镇上应该没有人感动他们 哼 水水 你放心 以后我会多住一家家的 没有人能伤害我们一家人 啊 二哥 我知道了 李大被抓以后 没有供出幕后之缘 这事也算是了结了 江亭轩自从瘫痪以后 杨兴也受到了影响 但杨兴却像打不死的小强 总是能想到办法 他去医院检查 发现自己怀孕了 伯母 你好啊 闭嘴 你管谁叫伯母呢 你也配 伯母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情 我管你什么事情 我听说 你是杨水水的堂姐 我和杨家势不两立 你赶紧给我滚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杨兴并没生气 反而笑着说道 伯母 你不能赶我走 我怀孕了 孩子是姜少的 所以我才来找您的 你说什么 怀孕 是的 伯母 你说怀孕就怀孕吗 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毕竟我儿子已经瘫痪了 我说的是真的 不信的话 你找人来检查 姜母半信半疑 请来了一个医生给杨兴检查 医生检查过后 确认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你叫杨兴是吧 既然你已经有了我们姜家的骨肉 那我们姜家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从今以后你就住在姜家养胎吧 顺便照顾婷轩 如果你生下孩子 到时候我们姜家胡给你一个名分的 名分 怎么 难道是你嫌弃我们家婷轩现在瘫痪了 不肯和他在一起 不是的 我怎么会嫌弃呢 我是真心喜欢姜嫂的 不然也不会带着孩子上门来 姜亭轩现在除了能说话 眼珠子能动 基本上是废人了 手脚都没有了 他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要人伺候 他看见杨兴来了 倒是有些意外 你怎么来了 姜嫂 当然是来陪你的 你现在需要人照顾 伯母说了 只要我愿意 可以一直留在你身边 而且我现在怀孕了 肚子里面有你的孩子 怀孕 姜亭轩愣了一下 他和外面的女人 都是逢场作戏 每次做完以后 他都会让他们服药 杨兴怎么会怀孕呢 杨兴 孩子是谁的 不可能是我的 当然是姜少宁的 三个月前 你让我去骗我姐姐出来 难道你忘记了吗 那次我胃不好 就没有吃药 姜亭轩听了 忽然有些感动了 我如今都这样了 成了一个废人 你还愿意留在我身边 给我生孩子 看来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还以为你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 杨兴在心里冷笑一声 要不是为了钱 谁愿意看你这个残废一眼 谁愿意给你生孩子 现在只是过不下去了 正好又发现自己怀孕了 才来到姜家搞钱的 等搞到钱我就溜之大吉 姜少 您放心 谁都会抛弃你 就我不会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愿意给你生孩子 以后我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而姜亭轩自从被废了以后 心里脆弱了不少 感动得止掉眼泪 杨兴 还是你对我好 杨兴靠着肚子里面的孩子 日子比以前还好过 于是他将自己的父母 也接到京城来的 爸 妈 以后你们就在京城住下来吧 二丫 你可真是行啊 没想到你来京城 还真的是出息了 给我们买了这么大的房子 这房子肯定要很多钱吧 还是你最有良心 最有出息 哥 你们就安心的住下 一切有我 如今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等我生下了姜家的孩子 到时候会过得更好 二丫 你真是孝顺 拿向杨爱国他们家 虽然几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 可杨华这么多钱 也不接自己的父母来京城 看来还是我们夫妻比较有夫妻啊 杨老三是开心的不行 就是 之前在镇上 人人都羡慕杨爱国 可惜 他们现在住的还是那破小区 倒是我们比他们先一步来京城居住 可见 实际上我们比他们过得好 陈兴怜愈发得意 这些年一直看着杨爱国家风光 现在也终于轮到他了 至于杨老二一家 听说杨富贵又被关进去了 这次是带人抢劫 可是要怕好几年才能出来 二丫 想当年你爷爷奶奶天心杨富贵 我们家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好 现在终于杨美吐气了 明天你就带妈去买一身好的衣裳吧 然后再买一些金的银的戴在身上 他 明天带你去 杨兴笑着硬道 他很享受现在被大家追捧的感觉 幸好当初没将你三妹嫁出去 之前王媒婆来家里好几次了 要给你三妹说没 如今你在京城已经立足 到时候 你得给你三妹介绍一个有钱的男人 这样我们就更有依靠了 放心吧 京城里面有钱男人多的是 三妹的婚姻大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二姐 怎么没看见大姐啊 你好端端的提那个没良心的做什么 陈兴连一脸嫌弃 杨兴这事故意说道 大姐人家瞧不起我们了 我可高攀不上 你大姐现在在做什么 好像是在卖东西吧 就是搞销售 还带个孩子 真想不通 大姐不将那个脱油瓶扔掉 找个有钱老男人嫁了干嘛 这样说 大鸭 还是个穷逼 幸好当年我们也没指望他 要不然现在我和你爸 还屈尊在那个破烂不堪的小县城呢 杨老三叹了口气说道 毕竟是一家人 二呀 你晚点去叫你大姐 让他回来一起吃个饭吧 都是在城里面 以后相互也有个照应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勉为其难的去找他一下 下午 杨兴便来到了SK公司找到杨玉 杨玉看到杨兴便一脸冷漠 当初杨兴骗他的事情 他一辈子都记得 差点害了水水 那天的血腥 想想就觉得害怕 杨兴 你怎么又来了 这次又打什么主意 大姐 上次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可当时我没有办法 你就原谅我吧 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你还和妹妹计较什么呢 有事就说 没事赶紧滚蛋 我不想再被你利用了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跟你说 爸妈来京城了 是我接来享福的 今晚你一起回家吃饭吧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 杨兴 你够了 杨玉打断了杨兴的话 对于这个妹妹 她心里清楚得很 心肠比石头还硬 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的 从你骗我开始 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知道那天 你差点害死了水水 那天发生了多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吗 杨兴见状也不再装了 她直接说道 你不原谅我就算了 那爸妈呢 难道你也不想去看看他们 几年前 我离婚的时候 被他们抛弃 我就已经和他们没关系了 杨兴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紧接着陈欣怜便出现了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现在发达了 连亲生父母都不要了 你是跟谁学的 难道是跟杨兰国他们学的吗